下车看情况 黑车车主气愤下车 一口咬定是我们一脚油门追尾 我们直接选择报警 我们多次邀请黑色车主看行车记录 都被拒绝 等待交警叔叔 没必要听他们大喊大叫 警察叔叔到后 我们第一时间提供行车记录仪 这个明显的 明显的后料没有说 那你自己去行一下说吧 回到家好不好 那你的要不要 我的不用削 只是一个道歉就得了 你削我个手就好了 大个钱就得了 我们看那两个要姐姐吗 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各种狡辩 态度极为恶劣 被人指着鼻子吗 直接逼近我 快看这副嘴脸 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 这时黑车车主拽住我家人 一直不承认自身问题 等不到一句道歉 驾车而去 我记住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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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黑色车主的口头警告与威胁 难道要当着警察叔叔 真是我吗 经过 真是我是什么意思啊 我让朋友们的评论啊 不知无耻师徒 恶的眼神 不以恶之恶更待何时 比起做坏事成本低 更应该痛斥和悉尼成本更低 这几个人应该判威胁恐吓 造势的应该判他们坐牢 应该用刑法伺候 这是敲诈 应该要受到刑事责任 估计是某地方的黑恶势力 既无良知 也无视法律 关于人性的问题呢 确实就不好谈 那只能是谈法律 法律如果能可以 有介入的这个手段呢 那就是法律介入 是吧 刑则我觉得我也没意见 也挺好的 那个第一个朋友问的是 一种什么环境造成的 我觉得从一个小孩 这个观察 可能可以知道一些的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小孩 他应该有一种啊 可以承担错误的能力 就像一个小孩子 他对玻璃杯的认识 他会把玻璃杯打烂 如果你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恐怕 他永远就是不能熟练的 使用玻璃杯了 可是他打烂的玻璃杯呢 如果你不能承受 那 那就造成说谎吧 就是 如果打碎的杯子 就一顿痛打 他就会说是别人打烂 我说的意思就是 社会应该构造一种啊 就是每个人可以承受 这个错误成本的一种氛围 一种东西 这个可能是这样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说谎呢 就是这个严惩 你说谎 在社会里 社会运行的逻辑 社会表扬说谎的东西 奖励说谎这个东西 那他谁不说谎啊 是吧 明显的在这里面 这个警察对说谎的 应该有处理手段 你最起码是那种警力啊 是吧 比方说像这种交通法规上 写了这种轻微的交通事故 可以进行快速处理的 如果你承认了 这是你造成的问题 你也愿意给人道歉或者赔偿 你这个就结束了吗 是吧 你不给人道歉赔偿 那你造成了这个堵塞和这个交通的危险 就要处罚他 所以说这个从人性上 我们不好谈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人 他信仰是什么 他要信仰了撒旦呢 你要尊重信仰自由 他要信仰撒旦 那难道你把这个信仰自由要取消吗 明显是不行 只能靠社会环境来解决这些问题 社会环境运行的不是惩恶扬善 那处处有这样的问题 我赶在我来听到我 我购心的事情